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俄罗斯一个简称BSSF的机构在Telegram上面发布了关于他的消息 引述他的话说自己现在很安全 正在决定尽管要住在哪里 BSSF是白俄罗斯一个支持反对派运动员的机构 这位白俄罗斯的女选手今年24岁 他先前只是因为批判了白俄罗斯的体鞋 没跟他讲就把他排进接力赛的事情 然后就直接被国家介入遣返回国了 他其实就只是发了一篇IG的文说 看来我们的大老板永远都会为我们决定任何事 然后就激怒了政府 这篇文目前已经被删除 女选手后来说只要有人来征询他的同意说 要不要跑400接力的话他也不会有那种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报名的400接力的错额反应 但是政府却决定不经他的同意就直接安排 BSSF说基本上国家代表队把他遣返的方式跟绑架没两样 这位女选手原本是要参加200公尺赛跑的 现在不止没办法参加 连回自己国家都会害怕飞机一落地就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在一个影片里面他有表明他受到胁迫 他们国家代表队的人正压着他离开日本 他希望奥运委员会能够干涉并且帮助他 白俄罗斯的奥委会宣称 女选手退赛是因为经过医生诊断 选手情绪和精神状况都不稳定 所以建议他退赛 但女选手表示根本没有任何医生来看过他 何来的医疗诊断 奥委会现在已经有在关注这件事了 而BSSF这个组织 大家听了应该有点困惑 这个组织是由一位白俄罗斯退役的游泳选手创立的 还记得之前白俄罗斯政治状况很令人堪忧 有堪比电影场景的飞机绑架事件 还有当地人各种被关起来 所以这位退役的游泳选手也知道 在国家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国家的运动员处境更是艰辛 于是他直接把他2012年奥运拿到的金牌卖掉 创立了这个组织 帮助受到政府压迫的运动员 真的是非常的伟大 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事情 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 也已经过了许久 但这件事的后续却一直都没有结束 似乎还有参与者没有被顶嘴 昨天又有一位纳粹集中营的警卫 即将在76年后面对审判 而他今年已经100岁了 这位男子曾经在1942年的1月 到1945年的2月间 担任集中营的警卫 他担任集中营警卫的地方 算是对纳粹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地位 在那里有超过20万的人被杀 这个集中营除了作为大屠杀的重要地点以外 也是纳粹组织内部司令官啊警卫啊等等官职的重要训练培训场所 这些干部在这边被培训完成以后 才会被分发到纳粹占领范围的各处 根据法院的说法 这位老人就在这个地方涉及了3500起的杀人案 在这些残忍杀戮的几十年后 不管是加害者还是证人 都在来不及的调查过程中逐渐的凋零 像是在2011年也有一个91岁的老人被定罪 他因为在占领的波兰集中营里面 杀了28000多个犹太人 所以被定罪 这个人不只是带着犹太人进去毒气室里面放毒气 还有包含把他们的尸体丢去集体牧原那边放的工作 德国法院的认定基本上只要有在集中营工作过 就足以定罪 就算完全没有任何证据指出你真的有杀人 不知道大家对于100岁的审判有什么看法 或者说对于这些战争犯 哪些事情可以算呢 哪些事情不能 世界上有很多抢着打疫苗的人 也有很多反对打疫苗的人 针对此事菲律宾的总统大胆地告诉大家 如果你是拒绝打疫苗然后因为这个病毒而死的话 他说他根本不关心 可能就是一个你活该的意思吧 都特地是在一个国家级的场合发言这样子说 让很多人都无言了 不过原来前面的说法还是有经过修饰的 他的原文是说那些不想打疫苗的人你随时都可以去死 我不在乎 他也特别说一定有请警察加强限制那些拒绝打疫苗的人的行动 他对那些不愿意打疫苗的人说 你就最好都待在家里不要出来 如果你敢从家里出来的话 我就叫警察立刻把你送回去 警察之所以要这样子护送你回家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行走的病毒散播者 目前菲律宾只有6%的人有打疫苗 度特地之前甚至还直接跟大家说 不想打疫苗的话就去坐牢 不过似乎疫苗的供给上也有出现一些迪雷 虽然总统这样子讲说 送你去吃牢饭啊 关在家不准出门 你死了我也不会关心 随时可以去死这些话是不太好 但是老实说他这样讲也是蛮好笑的 或者说也算是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 毕竟就算自己愿意去打疫苗 如果其他的国人不愿意打的话 那距离解封或是恢复正常生活什么的 都其实还是很遥远 坐牢可能是不太符合成本或是比例原则 但是如果是逼你在家不准出门的话 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错 就你有不打的疫苗的自由 但是你也可能就需要牺牲你的人身自由 不然就是等于侵犯到其他人生活的自由 杜特蒂虽然是一个独裁者 不过这次的发言真的是蛮逗趣的 法国政府最近有一个新的APP上路了 给国内每个18岁的人300欧元来进行 异文方面的消费 想要培养大家的文化气质 可以买一些书或是音乐或是展览 或是表演的门票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初衷是还蛮良善的 毕竟文化这种东西真的是需要一些资本 没有钱的话有时候是比较难一些 这些法国的年轻人拿到钱之后 就疯狂的爆买日本漫画 一位受益者表示 他觉得这个政策真的很棒 他自己是住在一个法国东南边的小镇 他已经用了40欧元买的日本漫画 还有一本小说 他说很感谢有这笔钱 让他能够投资他自己的兴趣 因为一直以来就很喜欢小说和漫画 根据这个月的计算 透过这个app所做的消费 书就占了75%的比例 乍听之下这个结果 大人们应该都欣慰的笑了 不过其实 这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书全部都是漫画 这个app因为是要推广文化的 所以叫做Culture Pass 结果因为大家一直爆买漫画的关系 就被戏称是Manga Pass 虽然日本漫画是在法国真的蛮红的 不过如果直接认为大家对于文化的消费 全部都使用在漫画上的话 也算是有一点扭曲的解读 毕竟受到疫情的影响嘛 很多场所都没有开放 或是有麻烦的社交距离规范 或甚至直接取消的情形也很多 所以大家要做文化消费的时候 选择也是少了 大部分年轻人都很高兴这个政策 毕竟是天上掉下来的钱 但是这个政策也是饱受批评 很多人认为根本不需要鼓励年轻人 去看Marvel电影或是看漫画 他们本来就会去 觉得政策的政策根本就是一个大撒币的失败 毕竟今年就花了8000万欧元 明年甚至可能还会翻成两倍 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呢 对年轻人的文化素质 这样真的有帮助吗 还是只是白白的撒钱 让年轻人挥霍 今天的杀鱼就当结束了啊 喜欢杀鱼的朋友 记得帮杀鱼分享出去 可以的话在Apple Podcast 留心心写下你的评论 那也可以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 留言给我都在回复哦 那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一个Podcast 你有我的纯粹语心批判 没有时间更长的内容 那也可以去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是追踪我的IG 那就希望下雨可以在每周246 顺利与大家相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